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我们首先来关注在中国因上街要求官员公事财产 而被控罪案件的庭审情况 据报道 新公民运动参与者丁家喜 李卫 袁东 张宝成等人 因上街要求官员公事财产 而被指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案 1月27日上午 分别在北京海淀区法院的第二第三法庭审理 四位当事人的律师们在制证过程中的发言 频频遭到法官打断 引发律师和当事人的强烈不满 其中丁家喜 李卫 张宝成宣布解除律师委托 导致庭审休庭 接下来是其他方面的消息 H7N9禽流感在中国进一步呈现蔓延趋势 1月27日 福建 广东分别新增两例确诊病例 北京也在1月24日确诊了今年首例病患 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 中心网周一的报道说 近期的疫情有如下特点 一是病例的发生地区进一步扩大 新发病县市区不断出现 呈蔓延趋势 二是农村地区病例的比例有增加趋势 三是发病人群有年轻化趋势 四是无基础性疾病的病例增多 五是病例暴露时以活情或活情市场暴露为主 杭州市民庄道贺向本台表示 政府今天杀鸡 明天惩罚小贩子 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希望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 能够投入一些能够认认真真的关心 这个人民的健康 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不能够隐瞒疫情 第二个 政府的指导思想 一直以来都是只重视经济增量 非常复视社会具体的健康有序的这个产生 中国卫纪委周日发布 2014年版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 方案中提到 传播途径可经呼吸道传播 或密切接触感染禽类的分泌物或排泄物 而获得感染 或通过接触病毒污染的环境传播之人 不排除有限的非持续的人传人 北京青年报周一引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冯子健表示 根据目前研究 H7N9禽流感病毒在有限的人传人事件中 不会出现第三代传播的情况 目前大部分为散发病例 有个别家庭聚集发病现象 但尚无持续人机间传播的证据 四川省自贡市九大盐业集团的200多名职工 1月27日在公司门前请愿 抗议官员侵吞40%股份 据悉 该公司于2004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 其后 九大公司的职工一直上访维权 要求查处改制过程中的腐败问题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1月26日晚 在家中被警察带走后 经过24小时传唤审问 于1月27日获释回家 但仍被软禁 据胡佳说 事件可能与他近日在网上声援维族教授伊利哈姆 法律学者许志勇等人有关 中国玉兔号月球车在休眠之前 受月球表面复杂的环境影响 机构控制出现异常 中国暗示 故障可能无法修复 据报道 玉兔这次出故障 是中国推行太空计划 多年来首次公开报道的意外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感谢您收看 再会